男大師喊們 酷尿佛琳 我們也不給我 野獸男團beats 今年6月發行正規 3集 Butterfly 之後 在10月16號與Cube娛樂結束了 合作關係 與錢公司一起攜手走過7年 在結束合約之後 粉絲們都很好奇接下來的路 五位團員會如何走下去 而據演藝圈相關人士透露 有一位香港的經濟公司代表A 正在主導Beast 設立獨資公司的相關事宜 近兩年 Beast 在香港指華語圈的活動 聽說都是這位代表A在負責的 消息指出 目前Beast 已經獲得投資 但還沒有公開確切金額 五位成員們最近似乎有在規劃 在近期選個量成吉時 正式宣布設立獨資公司 另一方面 Cube娛樂對此表示還在討論 是否要與Beast 續約 初到7年間不斷交出好成績的Beast 希望能夠趕快解決合約問題 回到粉絲們的面前啦